乳腺癌的发病率在中国大概有20-40人10万人每年,城市发病率明显高于农村,高发年龄为40-55岁,而大多数乳腺癌是没有任何症状的,特别在早期,不会有任何表现。 因此,我们建议40岁以后,每年做一次乳腺体检。 近些年,乳腺疾病有更年轻化的趋势,所以我们建议把年龄提前了。 35岁以后,乳腺体检已经显得很有必要。 乳腺体检乳腺的检查主要有三个方面,自查、医生查体一期检查,通常体检都只有一期检查的报告。 所以我们终点讨论一下体检报告的事儿,乳腺检查方法主要有采钞、木板和磁共振,而作为体检项目,采钞与木板足以。 而这两者又怎么选择呢?这里边有一种错误的空点,认为木板要比采钞更先进。 实际上,这是两种从原理上,就完全不同的检查方法,应该说各有优势。 互为五充,采钞最为普遍,更为安全,可重复进行,木板多少还是有点辐射。 年轻女性不建议常规进行,不管哪种检查,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检查结果。 乳腺结结,硅板的报告还有评分,究竟该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呢? 一个叫突变的问题,属线增生乳房是由腺体和脂肪组成的,大小主要看脂肪多少,而乳质分泌在于腺体功能,乳腺室内分泌器官,在发育,服辱,更年期到各个阶段,一直受激素控制和影响。 随约经周期变化而变化,完美情况下,乳房大小适中,形态对称,很柔柔而有弹性,腺体结构均匀。 但乳腺在每次周期的变化过程中,一旦激素不协调,就可能导致腺体结构发生改变,变得不那么均匀,出现不规则的结结,团块等,也就是所谓的乳腺增生。 极简报告中大多数乳腺结结,都是增生性的,所以不必过度解读,一般只是病气复查即可。 下面分段讲几个问题,什么是乳腺结结? 其实这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,检查发现任何异常团块,一般小于一厘米的,都可以叫做结结。 这一边可能有增生、腺病、纤维瘤、保重、乳腺癌、脂肪颗粒等等,可能性太多。 所以如果只看解决这个体检报告的结论,医生也很难给你建议,还需要结合图像特点。 比如回生、缘解、形态、血流性号、有无概化等,分数代表什么? 这个号板,具体评分标准,网上都能查到。 简单来讲,这是根据检查图像的特点,综合判断节凉恶性大小的工具。 1到6分,分数越大恶性可能性越高。 绝大多数体检报告,分之为3,癌的可能性低于2%,貌似也挺吓人。 实际上,为了不放过任何可疑情况,也是降低大家的风险吧。 这个分数,一定是就高不就低。 所以真实的可能性,应该远远低于2%,怎么看体检报告? 一般主线体检报告分四个部分,图片、描述、结论、建议。 对于非专业人士,图片就不用看了,大家都认字啊。 所以后编辑部分还是可以了解一下,某个描述部分也可以参考。 如果说是无回声,没关系,高兴的,不用管。 若回声,编辑清楚,形态规则。 典型的,良性表现,形态不规则。 矛盾,信义点状态化,血流性好丰富的,这些课点提示可能有问题。 当然,相应的评分就会增加,仍然可以参考分数就行了。 最后是建议,当然一般都会建议到乳线科就诊。 不过自己若能先了解个大概,心里也比较有底,不会过于恐慌。 理会一生,毕业于吉林大学白球恩尼学院。 原白球恩尼科大学经常七年日,在科学措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